感受得到很愤怒 国民党籍民代李德维的这一脚 踹进的是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办公室 因为要找被搬走的音箱 民进党籍民代林楚英与邱毅盈 为了不让国民党籍民代杯葛 将国民党的作战武器音箱偷走 引爆冲突 你现在才说交给我们 你之前已经偷走了 现在也交给我们 这是一场 一场内外场面都很火爆 国民党籍民代陈宇珍 则是用身体硬拼 想抢下所谓时代力量民代 林长佐口袋里的选票 而这边更是直接有人挥起拳头 绿营民代吴炳锐挥拳有力 两三个绿营民代围住一个蓝营民代鲁明哲 还将他逼到墙边 但这样的景象 台湾民众看到的感受是如何 不应该这样打 有别的方式 你可以把他问倒 干嘛用打 我不想看 为什么想看 这种白幕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做法 无疑是往当民主 往后倒退录了好几年 民众看了很无奈 另外还有人从小孩教育的角度思考 通常我们禁止他看这种成人才能看的东西 甚至还有很荒谬的内鬼 打架的时候只有立委可以打 但助理不能打 见鬼 台媒称 许多家长只能禁止小孩看台立法机构打斗这样的画面 因为父母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小孩解释异常里的全武行 有什么时间 有什么时间 给大家看来